宇宙 喜歡靚的東西,好東西 可以說是人類的本性 我們還整天憑第一印象這四個字 去決定那條品牆是怎樣的品牆 《脫獨工程》這個節目 就是希望打破這個宿命 找來六位各有缺陷 平時在街上看得不見兩眼的男女 進行一場愛情實驗 聲音大大、膽粗糙的藝術家KY 嚇得不少男人 我選擇的就是你 但大隻Flo沒有膽怯 上司跟他展開一場純槍斜劍的戀情 在鏡頭前,我們先讓你 那不是討論,是你讓我 不是星座的問題 經歷過兩次浪漫又帶幾分 均烈的約會 他們的情願依然未有結果 到大家覺得直至需要見面就見面 永遠被朋友送的肥仔肥腸 跟倫家女神思琦約會了兩次之後 成為本節目第一位現真身的主角 決定是否跟他在一起 我自己也未肯定 如果再眼淚逼他 可能你的朋友也做不到 雖然Seeki並沒有確實拒絕 但肥腸鐵心地選擇自動放棄 要忘記Seeki,看怕要點時間 樣貌至疑似有毒癮的MK蘇姨 甘心跟一個賤男糾纏 令外情生活鬧鬧 為何要這麼做 以為是他會為我改變 跟他一樣,繼續黏在一個人身上 終於出現一個有少許同病相連的 Damon願意接收Soy 你真適合想 給我一個機會 以為我和我將來可以有更多的接觸 謝謝 辛苦你了 丑女… 我不管了,我照直說 丑女BBN得到同型男Tank 約會的機會之後 整個人心花勞磅 第一次約會還很甜蜜 雖然最後不敢見人 但Tank不知多想有第二次約會 繼續加油 其實我期待下一次 真的…會看到你的真人 存在感靈的毒癮阿鐸 以為自己又沒有行之際 被充滿書卷氣質的夢夢簡中 嚇到下巴掉了 因為我剛才說了 是想做實驗的 自下說如果能接觸到 一定不會發展或不可能的人相處 雖然夢夢承認 阿鐸是出於實驗性質 但不管了,算開仔了 恭喜… 身長1米50的爛劍大師Suzuki 最深刻的是被人放飛機 但這些黑歷史,我們忘記他 因為他憑著幽默的對答 成功約會到BopBot唱的Koey 是,我一刻很想的 這次約會Suzuki為了隆重歧視 全叫馬,又雜耍、又唱歌、又魔術 報酬帶給Koey一段悲一般的旅途 我覺得戀愛中 都是跟對方經歷一段旅程 很想跟你去… 走一段屬於你和我的旅程 過程雖然不是完美 但總算順利完成 反應似乎挺減輕的 來到最後的大驚喜 沒想到一張地圖 令Koey眼淚淚 Koey,你覺得像甚麼 深刻 我更想繼續了解你 看來0.6.150先生 這次也坐定了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看不到他 你見面他嗎 對 我幫不到你決定,你見面他 反應他的眼神是有感動的 懂得繼續了解你更多 或者可能一起走更多的路 他想知道在背後做那麼多事的人 究竟是怎樣 他也會有這份好奇心 浪漫的約會 令Suzuki有信心 Koey想見自己 但可惜浪漫不會令Suzuki長高 所以Suzuki依然因為自己的身高 猶豫看到Koey嗎 是有點矮的 小一點 我比你矮矮矮矮的 對於矮的男生,我有點介意 第一次表決 雙方要決定是否看對方的真心 表決的時候 Koey會沿著長長楼梯走過來 若果不想見Suzuki 他就會站在男生身後 想見的話,就會走到男生面前 至於遮掩面的男生 會是機械,或是Suzuki真人 就清楚代表Suzuki的選擇了 不知道,一半一半 Koey…因為她也是一個直的女生 始終第一次Dame又未認真 可能會很隨意,看我沒所謂 跟你訊息了那麼久的男生 你也會想見她是甚麼樣子 聽她們說Suzuki想見 我覺得女生未必會想見 可以有第二次約會 我覺得第二次約會的機會較大 Suzuki之前跟我說想見 我叫她先不要見面 我覺得先看清楚 我也有跟她說過,我不報告她 我也打算… 其實她接受了一個接送手 接受不到她的接送手 Koey最後沒有走到男生的面前 代表Koey這一刻 還沒準備好見Suzuki 至於遮掩裡面的人是… 原來只是Suzuki的機械 代表Suzuki還未想讓Koey看見自己 我今次打算不見 我覺得她有機會也想見 但我想再跟她約會一次 單憑今天為她做的事 而出來見到後,有個落差 反而我沒有看到 我可以更加有我跟她的回憶 再約一次 再約一次 辛苦你一次 你之前問我為何不開心 當時我沒有跟你說 就是因為我之前的男朋友找回我 我這幾天的心很亂 所以可能今天還不是適合的時機 聽完這番說話 一心想著這次不見 但很希望有第二次約會的Suzuki 臉色一沉 完全不懂得反應 看怕她也心之不妙 算不算是她失敗我嗎 她說她不打算見面 這個決定很難做 因為我覺得這麼坦白跟她說 她… 她聽到那一刻 應該會有點失落 我輸了,已經輸了起跑線 別人跑400米 別人已經跑了200米 然後中間的300米在這裡休息 很噁心 然後最後… 最後才是那100米再衝 我是甚麼?真的 我現在還在跑那200米 我覺得… 對,我覺得我有點害怕她 你醒醒吧 你當初如果真的… 現在你說我真的很愛這個女生 或者我現在才發覺 我最愛的是你,多餘藉口 你當初如果真的最愛 就不會有分手的感覺出現 亦不會做到分手這一步 你現在回來 那種已經為的… 不是那種愛 已經不是最初的那種愛 她是傢伙 她又可以跟她聊天 又可以… 所以變成她比較好 她是傢伙的,我現在已經吃虧了 剛好聽嗎 真是… 我明白的,巴達 我真的明白 又真的很難安慰 前男友的確是一個強敵 還以為可以有第二次約會 會繼續跟Koey甜甜蜜蜜地 弄成這樣 會否大家都放棄第二次約會的機會 矮仔Suzuki和Koey的約會順利完成 當大家都準備說恭喜的時候 Koey坦白承認前男友找回自己 我已經輸了,已經輸了起跑線 別人跑400米 別人已經跑贏了200米 然後中間的300米在這裡休息 很噁心 發誓吧,Suzuki 激動是正常的 巴達… 部分巴達是站在這邊的 第二次表決 雙方決定是否下次約會 Suzuki願意再約會的話 Robot就會走進Koey擔著的傘 如果Koey也願意 他就會把傘交給Robot 如果不願意的話 Koey就會直接生傘離開 你覺得像甚麼 心 她當時的眼神,我很感動 那一刻我感覺到自己 在她面前很實在 我之前的男朋友找回我 可能覺得今天還不是適合的時機 如果你不中她的詐欺體 但你很喜歡她們,會繼續追 我會先當兵 你願意當兵嗎 開始不到生日的感情 我求求她吧,不要回來 女生跟男生拍拖 不會喜歡男生很低微 卑微的永遠就是兵 你要當將軍 在決定有否第二次表情之前 Suzuki有一番話 一定要跟Koey說 我想說 為何我沒有用到真人見你 其實因為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拍拖 我很怕在拍拖的時候 就這麼衝動 你剛才坦白地跟我說 你的前男朋友 最近找回你 我有點意外 但是… 我不會放棄追求你 如果你想要選擇一個理想的男朋友 其實應該要選擇身邊的兵來做男朋友 因為兵是最了解你 知道你喜歡甚麼 因為他經常會關心你的東西 很多時候兵真的喜歡你 才會成為你的兵 我會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很容易放棄的人 所以我很驚訝他會跟我再約會 相信我自己可以比他更加 懂得去保護你、去照顧你 我會願意跟你進行第二次的約會 跟你有第二次的約會 如果今天沒有發生他的男朋友 找回他這件事 可能會令我反而不太知道要做甚麼 現在可能知道了之後 我會比較清楚怎樣做 後來的說話其實也挺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好男生 我想…做朋友也好,做情人也好 就當認識一個朋友吧 有時候我們人生會錯過了很多美好的事 這次雖然我們也錯過了 但我們可以捉得回 只要我們一起去找錯過的事 其實也能看得回 兵仔可以逐簽合約 延長兵役,很勵志 另一邊箱 又另一邊突破的毒藍阿鐸 被夢夢簡中 不過沒有開心 因為我剛才說了 是想做實驗的 但我會選擇阿鐸 很驚訝吧 到底白老鼠阿鐸 會否跟好像MISS的夢夢 抱出一段私生戀 在其他貿理隊友的分途之下 約會前先送禮 似乎成為指定動作 頭開得漂亮就成功一半 這個道理,阿鐸你不會不明白吧 我買了一件事,打算送給他 我說有個朋友有東西想給我 但我明天要在夜晚工作 不用客氣,叫他明天下班 可以幫我拿一份東西嗎 公公,我是被人生氣了 我的公仔 已經被毒人 困在傳聞上幾個年 難得你有緣分,可以打開個櫃 不如你好心,帶我回家 我很乖 我自己來說,會當作實驗 看我會在裡面拿到甚麼反思 我也很珍惜這次機會 我也可以表現出很細心 很溫柔的一面給別人 先拍這張照片的地方給他 有了情信,又玩了尋寶 很甜蜜,又帶兩分刺激 阿鐸,很棒 對嗎 女主角,夢夢出現 一起期待她第一個反應 很無聊 糟糕 還出火了 她說直接點,麻煩你 她是不喜歡玩甚麼 我覺得真心不要弄弄我 透過訊息,看看羅間 阿鐸也知道 夢夢的臉向了西面 又說女生喜歡驚喜 是否很驚喜 驚喜 會否不拿我 來一下,阿鐸看不透 聽說我不會滾到 糟了,這件事好像改好了 這個是炸彈 開掃牌 拆了… 我會喜歡拿手的垃圾桶嗎 你行嗎 一般吧 這麼熱的時候最好不好 說真的,如果不是在拍攝 有人這樣對我 應該會反他一萬個白眼 對我來說 我真的不太受這種驚喜的方式 我已經結束了 我…理想中的… 有少許推薦人 他多大,還送給娃娃 神經病 他完全打亂了我之後的朋友 我原本設計的所謂的約會 比今天還要花生 怎麼辦?我不是應該要停嗎 停?約會殺到新家裡 繼續 今天是在花開公園的 現在就去貼紙 地霆用的東西 最擅長手作的阿鐸 覺得這次剩下甚麼 可以挽回劣勢呢 日本式摺法的玫瑰花 會否浮誇 我想他應該挺喜歡坐紅 哥哥追求他 你覺得他會成功嗎 不會 不如給你一個喇叭 你跟全世界摸一摸 即是要有很多紙花的東西 你不會很想嗎 不會 街坊一致負評 看來全世界都不太相信 獨男追求女的這麼科幻的故事 帶阿鐸振作 我想阿鐸會幫你 他願意,願意拿回家 故自然就好了 如果他不喜歡 我也會透露機器跟他說 不如你親手摧毀他吧 很可惜在約會當天 天都為阿鐸哭入 不要緊,提起精神 為何你的樣子這麼殘忍 比Zoey還殘忍 各位隊友,大家好 現在是凌晨4時 我現在接到這麼多人 我發覺越接就越接近約會的時間 這樣…好像越來越緊張 先去公仔麵吃一下 吃完之後,你繼續接 待會在約會見,還有幾個小時 沒有最黑,只有更黑 一切準備就緒之際 阿鐸收到一個 是男人都會害怕的噁號 剛好今天,你結束 這碗糟糕了 我覺得這樣很癢 乳乳乳 無方力也好 你把麵條放進去,多酸 阿鐸是紅色警報信號 聰明一點 拼船入行李 再見 即是她不喜歡玩甚麼 說真的,如果不是真的在拍攝 有個人這樣對我 應該會反對她一萬個白眼 獨男阿鐸跟夢夢的約會 因為送禮而令到出事不利 還要臨時發生一連串不幸事件 阿鐸,你要撐住 約會現在才正式開始 我不要浮誇 我現在接到這麼多人 你不動嗎 我沒有力氣 你將來的 今天身體不舒服嗎 沒甚麼 我剛才給你一條聲帶 我第一個夢想 就是開一間咖啡店 挺好的 有一方文青的心 麻煩你 那我煮了一杯二合給你喝 謝謝… 剛才你跟老闆學家 有紅棗、桂園 香薑 應該對你今天身上比較好 你本身有願望嗎 例如開書店、民宿等 我也有想過 想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人休息 但開民宿也很麻煩 很多人也會弄得地方骯髒 也是的,很多這些東西都是… 你想想的時候就好像很漂亮 到你真的做的時候 可能也不會這樣一回事 你開一間咖啡店 也會有人來吵架 或者弄得地方很骯髒 也會的,也會有 幫你準備了一點東西 剛好今天你努力 我怕你待會不舒服的容器 剛才去馬駕 謝謝,我很喜歡吃這個 對,真的 你把麵條也放進去 多麼甜蜜 不如我們去體驗一下 真的充幾人給別人吧 那你試試做一杯 隨便吧 用你最惹性的一面坐牠 要唱到怎樣 挺好的 一杯梦梦 挺享受的 因為我挺喜歡玩一些 平時可能沒甚麼機會接觸到的東西 這些真的剩下的飲品 蔡文,可以拿一杯飲品給我嗎 然後用某某某的觀點給我 用某某某的觀點給我 安排他們去跟一些… 第一次來三個人 你們有甚麼感情的問題 你們覺得兩個在一起 甚麼最重要 我覺得相愛的動力最重要 好,那上去吧 我會這樣相處 大家的關係經歷了一些困難後 要去修復其實很難現實的愛情 自己有否想像內涵 但外表又不會太差 我相信不會遇到很差的愛情 對 那你覺得我們會否合作 就這樣看,很差 樣子不是你的樣子 我的樣子是我的樣子 也不錯 你覺得剛才的情侶問題大嗎 也挺普遍 我覺得很奇怪 我是跟她約會的 我要解決別人的問題來做甚麼 這個第一個願望 你就幫我完成了 我有第二個願望和第三個願望 甚麼時候可以見到你 結束了第三個願望,你就知道 我怕我喜歡了機器人 我覺得機器人很英俊 那你現在覺得我怎樣 是真的嗎 是機器人 你會否… 待會想見我真人 待會是甚麼時候 最後都不出現 如果不出現,豈不是很失望 其實今天是憶我和機器人約會的 直到這一刻 你幻想我的真人是怎樣 我覺得應該不會比機器人英俊 所以我覺得無謂想 這句很虛 這句話 控制不了那件事 很丟臉的衣服 不要經常看著機器人 令我待會的落差越來越大 我突然有幾個毆途了 毆途不斷在稱讚 三文很英俊… 他很英俊,他也不瞭解你 很明顯,夢夢沉船 不過是對著機器人 阿鐸… 其實今天我有第二個願望 我很想你今天充當女朋友的角色 陪我去超級市場逛逛 我們現在有個任務 進超級市場裡選擇三項 可以代表對方的東西 我們剛才去了超級市場買東西 是 我們拿出來說 我買了一瓶水 水是很清純的 很像你 謝謝 第二件事就是一塊面膜 剛才你說過你很馬甩 你會說髒話 其實就像別人戴面膜一樣 一戴面膜走出去 便會嚇到別人 面膜是一件好東西 對,我們會滋量到別人 最後一件好,是一盒壽司 像你一樣 鵝票冰冰爛爛爛 但其實裡面都是一個… 有很多人的女生 有甚麼可以給我 第一個是棉花糖 因為覺得你很隨和 你可以坐圈禁免 可以 也可以 捏… 第二個就是溫柔 呵護 像媽媽般呵護 超濃縮 很重要 這是衣物油順劑 因為身分的脾氣也挺硬 衣物油醇劑就可以溫柔、呵護 我儘量做,你也要求一下 一把鎖吧 挺能夠給人的安全感 鎖這件事其實也不是我自己的 有很多東西我都收拾了,鎖得很好 看他像是不太好認識的類型 是否真的要我鎖住你 可能是我鎖住你 沒想到阿鐸說話這麼骨避 阿鐸今早說過 其實他最近整個腦袋都是夢望 我不知道是否喜歡 是最近在我腦袋裡出現得最多的 他可能被阿妹妹一瞬 就不知用完又用勇氣 就真是的 交換了三樣物件之後 就到了阿鐸最恐懼的表決時間 到底會否用真身出來見夢夢 突然那一刻 理性和感性不斷衝擊 不斷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 想了很久…都想不到 我很怕今天見面的人 失去四天 很掙扎 我要選理性還是感性 是拒公子 其實不是很適合嗎 對,其實是拒公子 是左右腦交戰 理性感性打在一起的時刻 最怕選擇的阿鐸 竟然要把自己愛情的命運 交託給褲袋裡一個小銀 在表決之前 夢夢和阿鐸也有些說話 想跟對方說 首先想說謝謝阿鐸 感受到她很想把她的生活 想法和我分享 謝謝阿鐸 剛才剛才有三份禮物 你買了給我 那把鎖很開心 為何我要送袋子花給你 我想你有機會 看到這盆花的時候 以後你會想起我 這次的表決方法 是背對背的他們 如果想見對方就轉身 如果不想,就離開 因為她的確是不想說 對方是這次的表決方法 對方是一陣子花給你 你不會覺得這次不可以 對方是一陣子花給你 對方是一陣子花給你 因為我會想過 其實是一陣子花給你 如果是一陣子花給你 是一陣子花給你 如果是一陣子花給你 我會想過 我會想過 反覆的變動 我未有足夠自信去今天見面 對於日落來說 其實他覺得見面後就要有一個責任 他亦很怕自己給了這份心意 女方那邊可能未必完全接受 對,我沒有想見 阿鐸最後還是臨門退縮 大家都難掩失望 但沒辦法,這是銀仔為阿鐸做的決定 雖然並沒有以真面目示人 但對於還有沒有第二次約會 阿鐸想親自用自己的聲音 問問萌萌的心意 你好 我是阿鐸 我正在掙扎 我正在掙扎 我不用那麼緊張 我感性的一面是很想…很想見你 但你只是跟我說 我還未準備好今天見你 我很想讓你淡忘了外表 才讓你見我 我很怕你看到我真人之後 你會不開心 沒有那個機械那麼英俊 那是預料的 我不想讓你見到一個更像的樣子 他不出來見我的原因 就是他覺得今天不是他最佳的形象 總括來說 他覺得他跟機械相差得太遠 他不想出來 我想是不想我很失望 因為其實我可能現在知道他的事 只不過是很表面 但我覺得他了解我比我更多 我了解他更多 我是會… 很想跟你有另一個日子玩得開心一點 還可以的 我覺得你覺得自己今天不是最好的狀態 那你願意跟我有第二天嗎 好 我感謝你今天陪伴我玩瘋了一天 我們回家討論吧 好… 這對因為不合格而合格的男女 短短一天好像經歷了很多考驗 阿鐸和夢夢 究竟是否真的有可能成為情侶 阿鐸,加油 阿鐸,加油 加油 上次見Daymond的時候 Zoey在隊友的鼓勵之下 把她的愛情失敗經歷說出來 真正面對過去的自己 而Daymond聽到之後,亦感同身受 將自己過去的情感傷害 跟Zoey分享 Zoey,你好 我是Daymond 我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和我將來可以有更多的接觸 謝謝 戀愛的機會就出現了 究竟Zoey 可否透過Daymond忘記過去 來一次愛情重複呢 Daymond和Zoey在討論討論如何 不用多說,只看外貌 你就知道了吧 還可以的 第一晚已經聊到5時多 我這種口水婆,對吧 還可以,暫時也不下評論 先聊一會,害羞 你發孝嗎 討論討論討論多得 幸好現在發討論,不用錢 我跟Daymond有八百多、九百個 那麼嚴重嗎 你們還沒看而已 然後一看就存在 所以才覺得這麼多 很開心看到Zoey的戀愛 令我一個人也開心 約會的日子,殺到身上了 做唐邊學習的Zoey 有甚麼意見 好,今天我會買點食物 很浪漫地看著香港的夜景 聊天 我的心情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我很緊張、很害怕、很擔心 早安 今天是開心的一天 我們現在正在去元朗買雞翼尖 還會去珍如松買整隻粥 還有會買深井燒鵝 因為很想跟Daymond分享一下 我喜歡吃的東西 正當Zoey買完所有東西 準備就水之際 天氣不然,急轉直下 我不會排雨 希望她下午不要下雨 隨著天氣變壞 Zoey的心情似乎有影響 你看,她忐忑了 即使她選了通訊軟件 這麼久,好像很甜蜜 但原來最後還是沒有結果 好像陀螺無功 不知道,好像我很不懂 去表達… 去表現出我真正的性格是怎樣 我對這個約會的期望… 其實沒有期望 看一步走一步 約會時間越是逼近 Zoey的心情就越是忐忑 似乎她也擔心這次約會過後 訊息世界裡的甜蜜 會就此告一段落 到底Zoey能否把自己最可愛的一面 展示給Damon看 約會時間已經到了 但Zoey和Robot 竟然不是馬上去見Damon 到底想做甚麼 你好,大家好,我是Zoey 你好 其實現在我們的約會已經開始了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想為對方選一套衣服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買一件衣服 我也會幫你買一件衣服 一套衣服 這麼不激動? 那套衣服是今晚吃飯會換的 真的要買衣服 還沒買過女生衣服 男人、老狗,怎能去買女生衣服 你這些就是效得出執 光聽聲音已經這麼開心 別笑了,去買衣服吧 他在訊息中自己爆發 與我無關 完全沒有限制,我們發覺說話 所以真是很搞笑 我們溝通時很舒服 甚麼範圍的話題都可以說 老肩那種,吊帶背心那類吧 Damon,你想想好了 給她穿這套衣服 你買一套衣服給她戴旋,好嗎 我買一套衣服給她戴旋 怎麼辦 你現在亂來吧 其實我真的沒想到 那行 不要… 買虎穿了 虎穿? 我想到了… Zoey,你有自己的主見嗎 Dora給你的衣服 你自己選擇給丁文文 要求你自己選擇的 我知道我也會聽 她的意見,我自己也有看 重點是你,不是多人跟她拍拖 快點你自己選擇 她的意見也挺舒服,很想說 做人也是這樣,買衣服也是這樣 沒有主見 罵你也… 有甚麼意思 先看看Damon這邊 買到七七八八了 你看人家多有心思 不知道她看見你買給她的那套 有甚麼反應 這個… 大家知道Richard為甚麼嗎 Richard… 有請 我會遲挑換 很丟 很丟 終於搞不得八了,對吧 一個型男的很好,弄得別人 另一邊的箱子 Zoey穿起Damon送給她那套衣服的時候 開心得… 很丟 很丟 換鞋 我覺得Damon沒有幫女生買衣服 我覺得我買給她的那套 簡直是Pair Effect 我覺得我的不錯 應該隨便甚麼鞋都可以配襯 別說太多了 兩個買的衣服都是一樣的 夠不達八了,夠配襯 約會的時間正式開始了 究竟Zoey今天安排了甚麼地方 和Damon進行這個飯局 你好… 你好,我是Zoey 我們要上船 稍後我們會上船的 你的樣子 我真的沒想過 第一來,我的感覺是很可憐的 現在可以找到這麼刺激 對… 要前一點,是 好 我剛才是在船上船上船上船 那些時候都會扶,很細心 我先上船,然後就扶一下他 他說這件衣服挺適合 這件衣服挺適合 很好 你的背景 就是,有點文? 這件衣服挺適合 你你有選過arnos or 536 Auto 有選過 但還可以的,你買就可以了 我也是這樣想,你買你還可以 你覺得這輛可以就行了,我也是這樣 這個時候,小艇搖搖搖搖 終於搖到你今晚最重要的地方了 我看到掛著船身的燈色 今天正午時分 我們來到深水報銀街做甚麼 就是幫Sue買… 裝飾她的船的LED燈 自己的偷仔也沒那麼辛苦 Sue,如果這樣鋪鋪鋪 只有那句話,跟Suzuki的客廠一樣 我們很生氣 謝謝隊友 因為你們是費盡心思幫我裝飾 我先說說為何我們來這個地方 你說女生不懂得浪漫 要讓觀眾學習 甚麼叫浪漫 而且浪漫是很難處理的 對 所以我就盡量努力嘗試去浪漫 你在船上搖搖搖 你應該沒試過在這裡吃飯 還沒 會否驚訝 驚訝?你會否不驚訝 先說浪漫 我沒試過單獨跟女生這樣想 而且我猜不到女生會想到做這件事 我們先玩個遊戲 是 叫世界之醉 要喝酒 我開頭當然覺得這個遊戲好玩 我不太能捉到究竟遊戲目的是做甚麼 究竟是想怎樣喝酒 還是想聊天 Josevan的事 有一次很急去洗手間 我看見門口站了很多男生 我打算是男廁,就直接衝進去 然後我拿去洗手 突然有女人在駕駛駛駛 走出來洗手,然後看著我 我只是看著我,也不是… 你輸了,你喝吧 怎會是我喝酒 你覺得我的是看著我 他舉了例子後 要大家講一段經歷後 就開始明白遊戲的目的 好,第二題了 我做過最後悔的事 這遊戲這麼輕鬆的環節 可以大家透露一些深深的事情 最開心的事就是… 很久以前 一家人在家裡吃媽媽的肉脂豆腐 最開心的了 我沒有甚麼同意 就夠了 用輕鬆的手法 令一些很難過很難忘的事 不需要這麼困難的感覺 可以說出來 罰酒其實是另一種心意 如果開心的就是一種調味 不要誤會,不是蘇姨安排的 是天氣,真的選擇這個時候下大雨 我們倆都有溝通,哪有單方面 對 聽到下大雨 你等等 這裡很大雨 握著牠 牠有點容易,我有點容易 牠們在那裡有… 你們是否在樓梯的地方 有意外… 糟糕了,老闆 可以打電話嗎 會怕牠真的會打得濕透 我們不怕,但牠們應該會濕透 糟糕了 用電話嗎 太好了 因為這場雨 約會要在最甜蜜的時刻 宣布結束 剛才我最高興、最高興 最投入的時候 完結後我覺得好像有點短 我真的不想沿著那一刻 一開始 Damon和Soye絕對不是完美的配合 因為Damon對Soye的職業、性格 甚至選擇衣服的味道 似乎都不太喜歡 而這次的甜蜜 會否令Damon的感情 蓋過理性,接受Soye呢 Soye又敢不敢以真面目 面對Damon呢